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确诊前多次向私家医生求诊都没有做病毒检测 政府说正是研究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 本地确诊个案再归零 不计之前因为风暴影响检测 令过去星期三没有确诊个案 对上一次本地零确诊是上月29日 早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建议 用强制全民检测的方法清零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也说过 要强制所有有病症的人做检测 政府说正研究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 检测如果是那么重要的话 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评估了风险 其实大家真的应该做检测 让我们去找到这些确诊者出来 其实有很多人士给我们意见 就说应该是比较强制式的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研究着 一个法律的框架 如何去做到这方面的工作 他说3月以来 私家医生转交超过11万个样本 有925个呈阳性 但留意到有不少人 不止一次看私家医生 但没有接受检测 最后确诊 认为情况不理想 已经去信私家医生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其实在现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 希望他们都会去做好 如果有病人有这些病征 就算是轻微 都是可以给他个瓶 让他去做这个检测 有市民认为 要强制有病征的人做检测 如果你不检测 你又不知道何时才有休止 是好事来的 他想验你不给瓶子 他又是一个问题 他拿了瓶子 不去交回又是一个问题 政府要做事 至于强制检测的范围 会不会包括确诊者 所住大厦的居民 陈兆史说 研究法律框架的时候 要多方面 和以风险为本去考虑 陈兆史说 日后会继续在爆发疫情的地区 设立临时检测中心 又再尽快找出隐形传播链 无线电视机社邓杰盈报导 新增17宗确诊个案 患者包括5男12女 由4岁至50岁 有11宗来自印度 当中5宗是搭维斯塔拉航空UK-6375 星期四底港 包括一个外容和一个机组人员 另外2宗来自印尼 1宗菲律宾都是外容 其余分别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和法国 下期星期三之后 再录得本地单日零感染 而累计有5237宗确诊个案 流感疫苗支作计划 开始了个几星期 疫苗供应已经见到紧张 有市家医生说 以往可以用到一个月的疫苗数量 现在一个星期就用完 在新军肺炎疫情下 又将会迎来冬季流感高峰期 不少人为免受伤重感染 都去接种流感疫苗 旺角这间诊所已经没货 有市民来到都没得打 以前不用预计 就这样进去就能打 有得他也稍后再看看 他说没有货 所以他给了电话 我去其他地方查一下 在疫苗支作计划下 孕婦、年满50岁人士 和未满12岁儿童等 到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打针 可以拿到240元资助 部分医生没有在额外收费 有市街医生说 今年多了三成人来打流感针 就一个月才能用到500针 但现在一个星期开始了 我已经用了500针 因为很多人要针 就突然间 他有一个机会 就是送货送不及 有时我们订了针 他是有货 但不是每天都送到来 其实我们又是有机会 预算不到 有病人来到 我们都不敢答应他 我们看过有大约80间诊所的医疗集团 多间诊所未来一两个星期 预约打流感针都已经额门 医疗集团的职员说 暂时没有流感疫苗供应 全线大约40间诊所暂时不接受预约 药厂没有说明何时可以来科 估计至少去到明年才可能有货法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当局一直留意整体疫苗供应 如果有短缺会和药厂商讨 而政府已经为未来星期四 展开的政府防疫注射计划 一共订够87万8千剂流感疫苗 为合资格人士免费接种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宇报道 除了新加坡之外 政府也和其他地区商讨建立旅游气泡 政府说有些地区提出的要求 比较难达到共识 另外正是探讨在机场设计验室 为抵抗人士做检测缩短等候的时间 本港将会和新加坡建立旅游气泡 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成事 按两地达成的原则性协议 旅客来回可能要做至少四次病毒检测 那会不会在机场设计实验室 为抵抗人士做检测呢 政府说会探讨做法 在机场设计一些实验室的点 或者在机场也有些检测的点 对于将来大家要恢复出行 当然全球性如果整个疫情稳定些 其实我看到不只是我们香港 其他的国家都一直去想这方面的工作 都是大势所趋的 一个快速方便一些 如果有实验室 将那个时间得到结果缩短 这个其实我们是欢迎的 他又说当局有同旅游业界研究减低本地游风险 包括要求导游和团友接受病毒检测 认为这是新常态下非一刀切的方式处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也说 卫生署和机管局正研究旅客抵港之后的检测方法 例如引入快速測試 至于和其他地方商讨旅游气泡 他说也会继续 但有些地区提出的要求较难达到共识 他说长远来说可能会阻碍两地的往来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 又四一会儿回来回报道 陈凡华公屋住户平均人数持续下跌 加上土地有限 未来单位供应不足会更加严重 在曼谷反政府示威者连续第四日上阶 中文字幕志愿者连续第四日上阶 未来单位供应不足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文书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网上说社会结构变化 人口老化和小子化 公屋平均住户人数下降成为趋势 他说公屋平均住户人数由2006年平均三个人 到去年跌到2.7人 意味政府投入同样资源 入住公屋的人数会减少 在土地不足的局限之下 公屋供应会更加严峻 陈凡佑指根据去年的长远房屋策略周年报告 如果找到的土地能够顺利用作建屋 这个年度起十年期内 可以兴建272,000个公营房屋单位 旧目标还差近3万个单位 但已经比上一个十年期 估计短缺6万7千个大幅收窄 他预计2021年起5个年度内 公营房屋总建屋量合共大约10万个 2025、26年度后 估计平均每年度大约有3万5千个公营房屋单位 他强调会继续提升土地发展潜力 善用地积比增加建屋量 现在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后时间是5.5年 有房委会委员说 未来可能会长达6年或者以上 政府应该推出更多措施 在一些过路性房屋方面 就可能给一些基层市民 是否可以做得多些 可以令到他们舒缓一部分 他又说政府可以进一步提供誘因 鼓励同家庭 但分拆开的公屋户再次合并 掌右共住 除了可以截散公屋资源 亦都可以照顾长者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坤报道 政府考虑暂时不受征收一手楼空置税立法 原因包括考虑到现时的经济情况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 难以估计政府的收入因此会少多少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年提出向一手 私楼货美单位征收额外差响 即是所谓空置税 而加快发展商推售 地产界反对 政府上个立法年度 将条例草案提交给立法会 但因为会议时间不足终止审议 后来换届选举压后 立法会延任至少一年 运输及房屋局说 因应最新经济情况 社会意见 和早前法案委员会的意见 正是考虑暂时不推动两项工作 包括空置税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在电台节目被问到 政府是否向地产商屈服 整个政府的工作 其实都是围绕 怎样可以尽快 或者尽可能 在短时间之内 宽火经济 所以看回这个基调 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措施 其实都是考虑到整个 我们宏观经济的情况 周小多少 其实这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动态的情况 很难说有个数字可以说到 另外破产管理署 上个月一共发出778宗破产令 按月急升超过一半 清盘令有44宗 按月升超过八成 许正宇说 计划立法引入企业拯救程序 正是咨询持份者 希望有45天的一个 所谓的briefing space 空间 一些银行 作为一个 他们有抵押的债权人 在不反对的情况之下 主要人士可以入场 然后帮公司 找一些新的拯救方案 令到一些有前景的企业 如果因为短期的经济波动 而出现了一些短期的情况 可以有机会翻生 对于有政党建议政府再派钱 帮助市民度过难关 和复苏经济 许正宇说 根据政府财政情况 难以再这样做 武士免事记者 刘俊玉不道 台湾世人案死者潘晓永的父母 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发信 希望两地放下其见 尽快解决问题 保安局回应说 特区政府非常理解他们沉重伤痛的心情 局长会亲自覆信 发言人说 希望潘晓永的父母 理解特区政府没有法例赋予权力 强行将陈同佳送到台湾受审 和待陈同佳作赴台的安排 陈同佳已经表达愿意赴台自首 但台方没有表现应有的积极态度 而陈同佳一方已经向台方所指的 单一窗口联络 等台方罚出入台证 两地警务合作渠道 可以展开研究行程上的安排 希望台方尽早批准陈同佳入境 令到事件早日解决 泰国曼谷反政府示威持续 示威者分三路 芬兰暂停执行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说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的法律地位不再明确 特区政府对此坚决反对 保安局发言人说 芬兰以港区国安法为借口 单方面暂停移交逃犯协定 是属于双重标准的政治操作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甘心被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 更加突显芬兰有机会成为一些 在香港被通缩的人尝试逃避法律责任的地方 芬兰要就此向法治和国际交代 又四一会儿回报道 中南山坏一种腹方板岩根 有助预防新冠肺炎 各地都出现抢救潮 解放军战机撞倒着鸟 机师避开民居 在离地大约七十多米跳山逃生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多款新冠肺炎疫苗 正是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而浙江的民众已经可以接种 另外一款福芳板岩根 在河北石家庄和广州等地 多间药房都团货 乙乌市民星期五开始 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其中一个社区维生服务中心 一个小时内大约有20人来接种 大部分都是因为要出国工作 不用预约先到可以先打 登记的时候要签署同意书 而接种的是北京科兴生产 已经进入三期临床试验阶段的 新冠灭活疫苗 而浙江有大约四个月 没有出现本土个案 当局的疫苗紧急接种计划 被从事医疗、卫生防疫等等 重点保障人士优先接种 其次就是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等的人士 另外国家卫健委高级病专家 早早在钟南山日前说 研究团队在体外研究发现 广州白云山医药生产的福芳板岩根 对预防新冠肺炎有效之后 河北石家庄、广州等地多间药房 那个牌子的板岩根都团货 而在白云山的电商平台店铺 亦都买不到板岩根 至于近日爆发生一轮本土疫情的山东青岛 当局宣布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全民核酸检测 近1,100万份样本当中未发现有阳性个案 基本排除疫情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针对省疾控中心判断 这轮疫情在医院电脑掃描室引发 当局形容教训十分惨痛 将会确保确诊患者必须单独使用电脑掃描仪器 使用之后立即消毒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改国旗法和国徽法 进一步规范国旗国徽使用 将会在明年元旦起实施 修法之后禁止倒挂和倒插国旗 亦都不可以随意丢弃国旗 在公共场合故意焚烧、损毁或浅踏等方式 侮辱国旗、国徽 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罪行较轻的判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修订亦都增加圆挂国旗和国徽的地点 规定专门人民法院 例如是军事法院、海事法院和人民检测院 中央政府驻港澳有关机构 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和圆挂国徽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前预料 修法之后香港亦都要修改相关的法例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 加强量子科技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会时指出 近年量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缘领域 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说中国目前已具备在量子科技领域的 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亦都要看到中国在那个领域存在不少弱点 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需要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增强中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今天是国家扶贫日 国务院扶贫办话全国脱贫任务接近完成 而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如期完成脱贫目标的决心没有动摇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院百号村 在去年年底全村有超过六成的人 被列为是贫困人口 当年以来居民也要翻山月嶺担水 在去年开始 广西推进食水入户工程 博水到水柜储存 再透过管道和淨化器送到每家每户 而广西现在有三千多个水柜 解决了1万5千人口的缺水问题 而今年是内地实现全面脱贫的最后一年 国务院扶贫办指出 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年底的近9900万人 减少到去年年底的551万人 贫困院由832个减到52个 全国脱贫攻击目标任务接近完成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永报导 解放军一架战机日前是低空撞倒着鸟 何时最终成功跳散逃生 中央电视台公开示法的片段 示法的时候 空军航空兵进行对抗空战训练 黄建东驾驶战机升空一分钟之后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在这个时候飞机的引擎已经故障 下方就是一片密集的民居 黄建东决定撕返 但飞机急速下坠 为了避开人口密集区 他选择再次调整方向 飞机当时已经失去动力 距离地面只有151米 最后他避开民居 在离地大约70多米跳散 战机在三秒钟之后聚毁 架风军部早前报导 他的决定令到地面伤害降到最低 未有造成伤亡 无线电视机长曹佳永报导 台海形势紧张 在台湾有六型人士畅意建立全民皆兵机制 但遭到军方人士批评 最台湾记者欧国强报导 独刑致富新警戒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吴宜龙 被视为民进党明日之声 过去曾经质疑军方年度汉光演习是表演 蔡英文总统认为讲法不尽公平 他近日又和前参谋部长李启明 提出当局在常秘部队之外 在全台各社区以当地民众成立国土防卫部队 因应大陆入侵台湾时执行持续性的全民抵抗 以打大炮方式豪选敌军兵力 曾担任国防部长的冯世欢被问到怎么看 他后来补充意思是反对吴宜龙的主张 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不值得考虑的 我希望他不要太难过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事论事 回到主题的探讨 我们从各个方案中找到最好的方向 根据国防部编制 台湾目前兵力大约16至18万 但美国国防部9月发布的报告说 台湾建议军人只有8万8千人 和大陆100万兵力有很大距离 无线电视主台湾记者欧国强不透 稍后看看其他消息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说 明年会继续向每个合资格市民派1万元 但未决定发放的形式 属于澳门记者王伟之报道 澳门政府总部一年两日对外开放 希望看到里面有什么变化 希望看到特首 近距来接触一下 市民进入的时候要量体温 和出示澳门健康码 行政长官何一成派定心院 说明年会继续每人派1万元 但形式是派现金 还是用消费卡的方式还要研究 如果市民认为都是按照原来的好 那就按照原来的做 政府来说不是想搞些什么事 多些什么法人的事出来 但希望整体经济会带动得到 不会缩水 这个肯定是不会缩水 一样 不会增加 应该又不会增加 因为政府的库房都是有点紧张 他有提到早前在深圳的时候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主席来说很关心我们澳门的疫情 对我们的疫情的控制都是肯定的 但他也是提醒我们要以防下一波的发生 今年政府总部开放包括花圆部分 用来会客的莲花厅 举行奏绩、签订协议等重要仪式的黄厅 和举行宴会等活动的南厅等 平时一些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都会在这个多功能厅举行 去年12月特首河一城失领生一个班子 在这里会见传媒 无线电视转外面记者王维之报道 回来本港 一辆的士在观塘妖道怀疑失控状 撞石膊55岁的司机死亡 的士右边车头的奔靶松脱 车头登选位 中午12点多 那辆的士载着一个女乘客 沿观塘妖道驶向东区海底隧道 去到丽港城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 撞向右边隔音坪石膊后停下 司机昏迷 还去联合医院抢救后不治 35岁的女乘客颈部受伤 拒绝送院 她向警方报称 司机在行车期间突然昏倒 秀茂平发生工业意外 一个工人被转探机撤断手臂 现场是秀茂平身清水湾道 近顺利村道的一个地盘 下午1点多 一个30岁的男工人被转探机 撤去右前臂 据了解涉事的男工人正是进行转探工程 她用右手试图扯走一块吹入机内的帆布 但右手被卷入并且撤断 她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 送院的时候清醒 又四一会儿回来会报导 欧洲在有症要受新冠肺炎波及 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确诊 怀疑与欧盟会议有关 还有两个几月就是圣诞节 已经有小朋友急不及到芬兰见圣诞老人 不过都要保持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